送上电就烧保险丝 一连烧了十个保险丝 就剩最后一个了 这是一个普车 普通车窗 直接看它的配电箱 看一下烧的哪一个保险丝 已经拿下来了 烧一个换一个,烧一个换一个 就剩最后一个了 看这些保险丝上面标着UVW线号的 都是动力电 后边是控制线路的电源 所以这个烧坏保险丝的是一个控制线路的保险丝 它下面是控制线路 我以前视频中修到这样的故障 就是烧保险丝 烧控制线路的保险丝 我把这几个保险丝都拿下来 控制线路的四个保险丝 我是直接测楼垫 直接测保险丝下面的控制线与设备外壳 先看看这个线漏不漏电 表针摆到一半 这个时候要按这个门禁开关 现在门开着这个控制线路是断开的状态 按下以后显示漏电很严重 打到乘一档再测看短不短路 先调零 把万用表调零以后再测 这个时候就测短路了 就是与设备外壳 短路 应该是碰在一起了 我修过这种设备发生短路的地方 这个地方出现过线破皮 打设备外壳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在快进这一块 它这里有根控制线 这个地方容易磨破皮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启动停止开关盒里边 我把它打开看一下 坦白说这些地方都看过了 没有破皮的 这里确实没问题 但是有问题的地方 有可能在这 就是挡霸活动这个位置 我以前就修过这样的故障 就是这个地方磨破皮了 才导致的烧保险4 看这一个是不是 我用尖嘴线拉了一下 活动了一下 然后再测量 控制线与设备外壳 按下开关 好了 短路的现象没了 难道它这个故障又是 挡霸那个位置的线磨破了吗 它这块操作每一次 操作快进快退 要按这个按钮开关 所以它下边有线 很容易磨到线 电线从这下面穿过去的 从这看不见破皮的地方 线破皮的地方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拆开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个按钮开关 这一块整个都可以拆掉的 这个拆的过程没有镜头 得有两只手 好了 看到两个线头 用尖锁钱把线往外拽 不太好拽 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 好了 看到了 线破皮了 露出了通丝 这个地方很容易磨泡皮 所以能不能把电路给它改一下 既不会磨泡线皮又操作方便 而且还得安全 怎么改一下呢 因为经常干着活干着活就少保险丝 所以我想这样改 在这儿穿个眼 用手电转开口 把电线拽出来 套上拉管 线头从这个眼穿进去 这两个线头接上开关就行了 就这样就完成了改装 不太好看 但是还是安全的 前后左右都不受影响 不可以打对 问一下这个 人家开关 好 放心开吧 真的好 嗯 放心开吧 放心开吧 这就好 好有安全感 好有安全感 你瞒我 我都崩溃 你只待这一会十多天 你这 开吧 这样就没问题了 这个故障把客户苦恼了很长时间 开着开着自己就跳了 没想到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好了 维修完成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来看这个奇怪的故障 打开厨房的灯开关 灯亮 正常 我现在去打开卫生间的灯 看一下啊 卫生间 开灯 一开开关 灯就散 问题是 卫生间的灯散 厨房的灯也散 同时开他们俩一块散 不能同时开 单开一个没问题 关了厨房的灯 卫生间的灯就好了 它就是这么神奇 整个屋除了这两个房间的灯 出现问题 其他的都没问题 我以前视频中有这种故障现象 是因为灯的驱动电压升高 导致灯散 那就先把厨房的这个灯拆下来 这个比较好拆 拆下来以后测一下灯的电压 看是不是因为这个驱动电压 反升高 导致的灯散的现象 那就用弯音表测一下 开灯的时候 灯散的时候 测一下的电压正不正常 弯音表两支表笔 分别测量零火线它的输入电压 一开灯 灯在散 看一下 电压很稳 225V 电压很稳 但是灯在散 这个灯的输入电压没问题 是不是卫生间那个灯有问题呢 来看卫生间的灯 这是个欲罢一体灯 拆掉 同样用弯音表来测量 灯的灵火线 电压 打开灯 225V 很稳啊 我以前修过一次 是一开灯 电压飙到300多V 那个是因为驱动不好 导致反电压升高 它这个你看灯的闪 电压都没波动 所以说我有点懵 不是我预想的那样 怎么来处理呢 怎么来检测呢 那掐一下灯的电流吧 现在灯的电流 0.07A 现在灯正常亮 灯不闪 马上打开厨房的灯 它就闪 这一闪电流就下来了 而且电流也不稳 一会大一会小 这就有问题 但是什么问题 我想不明白 再看一下厨房的灯 看一下这个灯的电流 0.09A 0.1A 打开卫生间的灯 看一下电流 也是 电流马上变小 很不稳 然后灯就闪 然后我又蒙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 没搞懂 现场真的蒙啊 如果卫生间的灯有问题 我把驱动输出 给这个灯板的输出插头 拔掉以后就是光给驱动通电 LED发光灯板不通电 打开卫生间灯的开关 看一下厨房的灯还闪不闪 我把灯放到吊柜上了 当时我在想这个灯是不是漏电呢 这样看不是 还是闪 所以说这个问题越修越蒙 所以我觉得还是灯驱动有问题 和电压没有关系 正好我带了个灯条 把原来的灯掐掉 接上试试 这个白色的是驱动 带LED灯条 和上面那个灯原理是一样的 那就开一下 看灯还闪不闪 卫生间亮灯正常 看一下厨房的灯 开灯 好了 灯不闪了 你看灯也不闪了 电流也正常了 电流也不像刚才那样 一会大一会小 那这是卫生间的灯有问题吗 所以我想把这个灯板 再拆到厨房看一下 拆之前我掐一下它的电流 很正常 0.15A 这个电流也很稳 没有变化 把卫生间原来的灯 电路恢复 我把这个灯条拆到厨房试一下 就是让这个灯条 和卫生间的灯 两个一块亮 看它还闪不闪 开灯 灯很亮 测电流 电流还行 和刚才差不多 灯也不闪呀 这两个灯随便换一个都好了 所以我也很奇怪 您说到底是哪个灯有问题呢 另外我还有一个安规电容 我想并一个电容 看能不能给它解决问题 我把这个电容并到这个灯的输入灵火线上 看看开这两个灯它还闪不闪 开灯 灯没闪 看来给它并一个安规电容也是可以的 看一下厨房的灯也正常亮 测电流 很正常 很稳 所以我还是认为是灯的驱动不好 那就换个驱动试试 您要说它干扰吧 你看 它最近的这个卧室的灯 怎么开它都不会闪 同时开也不会闪 所以说这个很神奇 那你说我把这一个驱动给它换上 能不能好 换上试一下 这种驱动输出有正负的 这要接对了 应该都没问题 现在灯亮了 灯也没闪 安规电容我也没接 换这个驱动是可以的 厨房这个灯亮的也很正常 这样把卫生间的电路给恢复 换了一个驱动 这样卫生间的灯就好了 这个安规电容 我给它并到了厨房的灯的驱动上 我觉得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您说以后这个灯如果再闪 怎么办 那就直接换新灯 这样电容就接好了 把灯装好 这样维修就完成了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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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ав kennt 感谢观看